音乐 那在学校这边啊 有没有像就业辅导的部门 它可以帮助你写履历啊 或是比如说可以跟你聊一下 interview的状况 PACE有一个career center 那career center其实都会 非常的乐意帮学生 然后从Junior的时候开始 就会开始推广知道你怎么写CV 然后怎么制作Portfolio 怎么去甚至会有 每天email都会有周报跑出来 哪里有开圈 即便是intern 因为对外国学生 国际学生来说intern很重要 也是申请OPT最大的帮助之一 因为会特别问这个问题是 每一次学生来一次学习 都非常的担心 我以后找工作怎么办 所以啊其实在美国 其实美国满多大学都会有这种career center 那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像我们刚刚HFP的这些部分 它其实会比较帮助你们找工作 所以其实像你其实毕业前 就可以开始处理像interview的部分啊 然后帮助你在毕业之后顺利找到工作 对啊 那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啦 我自己啦是还没想知道当初你怎么会想要出国去看看 嗯当初因为一气事件 一开始在台湾并没有 有申请大学 当时有上了大学 但并没有去读大学 那后来先高中毕业后去深圳帮爸爸的公司 在当intern有点属于助理的性质 那后来发现还是想要完成大学 毕竟大学学历蛮重要的 真的太重要了 那想完成学历的状况下我觉得 家人也刚好提供我一个机会让我去美国 然后就给我一个机会选择出国读书 有美国跟日本 那选择给我后决定去美国 还是要选择像纽约 比较fancy一点的地方来完成留学 对不对 应该 可能 可是 我对英文蛮有兴趣 然后一直以来 从小就是还上过像一对一的英文家教啊 跟外国人 所以一直蛮上网去看看一些其他的地方 决定纽约 然后我另外要问也是题外话 就是你自己本身 怎么样去学习英文的啊 就是在还没出国前 比喻说像我们蛮多学生会补习 或是他们可能会看案外的课程看美剧 你自己 因为你还蛮喜欢就是跟外国人 比如说交谈 比较不会害怕 可是因为其实蛮多人 其实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 突然要开口讲英文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 那你怎么样去学习 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在高中的时间 过高中这六年期间 我妈妈其实都有帮我请英文家教 但是是外国人做那种玩一对一 face to face 然后一两个小时 就听像空中美语讲迹啊 那做交流 全程英文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华人学生很大的帮助 一是客服觉得会不会讲座话 或是不好意思啊 你的这种方式 那渐渐的就习惯了 就不会对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 对 那还不错 大家就是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然后最后啊就是我我知道你 最后其实是有把硕士课程念完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心得 可以分享给即将要出国 即将要去美国留学的学弟妹 我觉得到学读完 其实不管是国际学生也好 或者是美国学生 其实都算是一个过程 但很辛苦 国际学生上的辛苦更多 有些人会一直有那个憧憬 继续去读 但肯定辛苦 可是要申请的这个过程中 当然是不容易的 考试也不容易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有那个决心读 对 因为Master跟Bachelor的 课业跟教学模式真的差很多 大学教授 会比较以活泼的方式对待 那Master就真的是要去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 自己读 自己去 对 那Master的课业 虽然不是说像大学一样有考试啊 可是你要做的research paper很多 我这些比较需要毅力 如果 因为读完大学是这么累的 有些人一定会想要休息一下 那就要想清楚 对 因为我看过蛮多美国的同学 美国人的同学是 读了Master一个学期后 放期了 所以 就还蛮可惜的 对啊 所以坚持念完 然后拿到毕业证数 我觉得也真是很不容易 对 其实 因为不上课的人数 基本上 也不多 大家其实看起来 那都算小班子啊 那蛮多 像我很多同学都是 在公司工作 因为都是晚上的课 那就是下午晚上再过来 穿着西装 工作的样子的人 那这样的能力 这样子又工作又卤书 其实需要一些 毅力的 那今天啊 谢谢 谢谢Ashley 就是特别来 然后 帮我们分享 这么精彩的内容 对 让大家知道 对啊 那所以 有空啊 就是经过我们这边 都可以上来做 对 那同学们 如果说 你们有想要听的主题啊 或是日后对美国留学课程 想咨询 那随时都可以找我们 那也欢迎随时留言给我们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按个赞 谢谢 拜拜 下次见